還好是回到的國際新聞了 我剛剛真是崩潰了兩次 好 剛才淑芬主播說台語 台語很冷凍 但是各位觀眾你們知道嗎 其實淑芬主播 他不只台語很厲害 據說他私下很愛運動 這邊我想請問一下淑芬主播 最近大家都說很想練出翹臀 說這個水蜜桃臀 是我們所有女生夢想中的 這個臀型 你有沒有什麼Payboard 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我也曾經在健身房 有練過翹臀肌 但是我可能沒有很認真的去練 但我覺得其實滿難的 但有心應該可以練出 一個很完美的一個身材體力吧 對 因為聽說這個臀部 據說其實你是靠努力 就可以練出 你心目中想要的一個臀型 就是可以靠運動來達成的 但是我們接下來要看看 這個網紅 她是美國的一個網紅 叫做Jocelyn Kano 她其實本身這個臀型 已經非常漂亮了 但據說還是非常的不滿意 所以她其實是上手術室 希望透過提臀手術 來更加完美她的臀型 好 我們透過照片 你可以大概可以清楚的看出來 她這個臀型非常的浑緣 還滿符合她們歐美 這個審美觀 她們就是希望有個翹臀 這名網紅很厲害 非常的有人氣 因為她時常上傳 她練翹臀的美照 說這個IG已經有1300萬人追蹤 但是我剛剛說了 她很愛運動 但是她最後選擇 是靠手術來進場加工 跑到了哥倫比亞 接受最近很紅的一種 很便宜的提臀手術 但是很遺憾的是 手術之後居然傳出暴斃 這樣一個消息 所以在這邊 我們要給愛美的女性一些警惕 這個提臀手術 我們其實也整理出來 到底市面上 有哪一些比較熱門的手法 像是你可以注射玻尿酸 或是電波拉皮 自體移植 還有最近很紅 最紅的一種就叫做 巴西蜂臀術 其實在中南美國家非常的風行 中南美國家 你想想看那邊的女生 是不是每個都身材 非常的凹凸有致 非常的性感 為什麼巴西蜂臀術 這麼的受歡迎 因為它相對的很便宜 其實它的原理很簡單 就跟龍乳一樣的道理 是植入這種水袋 接下來還是有人去做出植入 把身上其他的脂肪填充進來 所以最近說巴西蜂臀術 在美國居然現在是 最熱門的一種外科手術 但是要小心的是 因為它的死亡率 也比起其他的整形手術 居然是高出了三千多倍 就是因為說 脂肪很容易臀 堵塞血管 所以造成最後臧面的意外 其實也滿多的 過去我們說 大家好像很偏愛這種 鮮瘦 只騙人的身材 但是現在反而很強調 要有身體的曲線 所以我們要說到 這個美臀十足 不能不提到他 珍妮佛羅培茲 常常演唱會都秀出這種 很火辣的身段 其實好多年前你知道嗎 他就曾經投保 是幫自己的臀部來投保 投保了8億台幣 所以現在說全世界最值錢的 翹臀就在他身上 不過我們要說一山還有一山高 一臀還有一臀翹 現在他的接班人是誰 金卡達夏 美國實境秀的大明星 你看這張圖還滿有趣的 也是他最有名的一張圖 他的臀部居然是翹到 可以擺杯子接住香檳 不過有沒有P圖 我是不太知道了 還是滿有可能 他的真實臀型就這麼的厲害呢 厲害到什麼程度 你看這個好有趣會想要嗎 金卡達夏居然開賣他這個臀部形狀 做成的浮板一個好貴 3000塊台幣 我本來覺得滿有趣 好像可以網購來試試看 但3000多塊 我現在再考慮一下好不好 但是我們要說 這個臀部的話題來 我們要看到這個也是腦洞大開 雞毛原來不只能做成雞毛膽子 你知道嗎 雞毛還能拿來做成肉排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說在泰國有一位發明家 他說什麼 雞毛裡頭富含很多的蛋白質 丟掉太可惜了 所以他通過了酸水分解 提煉出羽毛裡的蛋白質 雞毛製作出來的肉排 到底吃起來怎樣 口感如何 趕快來看我們的報導 攪拌機把特殊粉末打成泥 定型後撒上調味料送進烤箱 過每一會兒 看似肉排形狀的美食出爐 而且居然是雞羽毛做成的 我們會成為主管理工具 就是主管理工具 很重要的 我們會成為主管理工具 所以我們會成為主管理工具 卻要去用美食出爐 沒聽錯 泰國發明家基地班恩所 有感於歐洲每一年 高達230萬噸雞羽毛被丟棄 但其實雞毛暗藏豐富 對人體有益的蛋白質 塔庫斯如何能從羽毛中 分解出蛋白質 研發出了通過酸水分離 研磨成畫面上 這細緻的白色粉末 進而成功製作出雞毛肉排 感覺到質感 脂肪 脂肪 它真的給了我感覺 我真的在吃真實的肉 雖然口感逼真 但缺點是毫無味道 必須仰賴調味料 而這種以假亂真的替代食物 竟然風行全球 亞洲家禽的食用量大於歐美 因此基地班所生性 雞毛肉排商機 能在家鄉拓展成功 進而推廣各國 一根根不起眼的羽毛 另類大翻身 成為餐桌美食 記者劉家報導 我看來剛才那個臀部的話題 好像滿多網友在討論 當中這個網友小李有在Cue說 跳螃蟹舞的那位主播身材很好 你講的應該是影秀主播對不對 好 下次我們來試試看 Cue影秀主播 好好的來教大家 怎麼樣練出這個翹臀好身材 好 接下來還是要帶大家看看 這個人好久不見了 還剩35天就要卸任 最近在忙什麼 這個川普原來在忙 顧著他的髮型 一頭金髮 最近他就公開抱怨說 這個蓮蓬頭的出水量太弱了 讓他的髮型都不能 settle得最完美的狀態 最近他還在這個議會上 居然公開的談起了這個 沖馬桶的話題 川普說 沖馬桶至少要沖10次 15次這個水才會乾淨 因為他有潔癖 所以趕在川普卸任之前 最近聯邦政府通過了一個 還蠻另類的法案居然是 放寬限制浴室 蓮蓬頭出水量的相關法規 川普的招牌之一就是一頭金髮 今年夏天他曾公開抱怨 蓮蓬頭出水量太弱 如今趕在川普現任前 聯邦政府15號宣布 放寬浴室蓮蓬頭出水量的相關法規 以後每個蓮蓬頭噴嘴 每分鐘都可排放2.5加侖的水量 這項法規目的是節省水資源 歐巴馬政府之後也規定 就算有多個聯邦頭 總輸水量也不能超過2.5加侖 這讓注重法型的川普相當火大 不斷在公開場合大肆抱怨 他當時在高階會議上表示 政府認真看待全國預測的水壓問題 川普會這麼關心就是因為 強調自己頭髮一定要完美 導致川普每次現身 外界就把目光聚焦在他的頂上風光 沒選投票日後在白宮玫瑰園露面 當時川普不只少了誇張神情 就連頭髮顏色也變得灰白 和選前參加造勢活動時比一比 川普過去一頭飄逸金髮 對比選後現身的灰白色 顯得蒼老不少 其實今年7月川普也被發現 髮色大改變 如今就連抱怨連蓬頭水量 都能促使政府修法 只能說川普的頭髮 可說是地表上最受關注的髮型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